大陸的约老市场相当庞大 有多达5000家的婚众机构 一年就可以创造50亿人民币的商机 而就是因为很多单身男女肯花钱找另一半 因此有婚众业者 一年就推出了要花费150万 来帮你定制相亲对象 虽然很贵 但是还是有人抢着登记 你能想象吗 中国13.6亿人口中 有1.8亿的 单身人口 所以不仅联谊节目超级夯 婚介所更是花招百出 在北京就有单身男女 不惜花重金寻找完美的另一半 一年大概一万多 然后我的择偶条件也不是说特别高 这名小子女对于花这笔钱 觉得非常值得 不过VIP顾客还可以选身高 挑长相找豪门 完全量身定做 可是一年要价人民币30万元 大约台币150万 收费也不一样 像有一些人呢 他必须要求1米85以上 或者说一定要要求是北京土住 并且是要求一定要在北京几环景 二环之间要有房子 那么可能我们这边的服务呢 就得要做定制 这样定制的服务呢 那就得要20到30万起了 大陆有5000家的婚众机构 一年可以创造50亿人民币商机 大陆的越老市场 未来商机越做越大 三立新闻带向一周回报道